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人 四夫人说 是夫人派人救了我 奴婢感谢夫人的救命之恩 你走吧 我不想见你 夫人 奴婢死里逃生 感念夫人大恩 但以往的过错 奴婢愧疚难安 奴婢今日来就是想告诉夫人 五爷她 从来都没有碰过我 奴婢知道五爷喝醉了之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奴婢才起了私心 故意让五爷误会 你说的 都是真的 奴婢如今 还是完毕之身 原来一直以来 都是我误会了她 夫人 五爷来了 五爷这几日寝室难安 消瘦了不少 可见心中煎熬 你好好宽慰宽慰她 你身体怎么样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你身体怎么样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多亏我没用 多亏我没用 不仅一事无成 还总让你担心 做错了事情 还要让你来承担 太阳 我不怪你喊我 你干什么 你这个傻瓜 是什么意思 刚才小兰告诉我 那晚你只是喝醉了 根本就没有碰她 是她借你酒醉之意 匡骗于你 这么说 她一直在欺骗我们 太好了 大阳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没有让你失望 对不起五爷 都是我的错 不禁惹得我们夫妻不和 差点连孩子都没有保重 都怪我 大阳 以前都过去了 我们不提她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 好好地过日子 好吗 我再也不怀疑你了 我再也不怀疑你了 小兰欺骗我们这么久 着实可恨 我现在就派人把她 送去乡下别装 小弟也行凶害人 也应当送到官府 可若不是她告诉我事情 我还会继续误会你 她也算是功过相敌 而且 我也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我干这样吧 你把卖身器给她们 再给她们一些炎粮 让她们离开许家吧 好 一切都按你说的办 都是我的错 你一点也没错 我的夫人是善良大度 通情达理 敢爱恨恨 果泽天仙的好夫人 你又瞎说了